各位朋友大家好 2023年 中国乘用车销量又位居世界第一 高达2200万辆 位居第二的是美国的1500万辆 第三名为日本的470万 德国284万 但是可能比印度更少 根据德国heiser.de门户网站报道 2023年 中国乘用车及商用车的总销量约3000万辆 这么推断 商用车销量约为800万辆 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因为昨天的中国证券报也有相当的数据 可惜目前还无法汇总其他经济体商用车的销量 好像我在某处看见过日本超过300万辆 美国及德国的数据都缺失 毫无悬念 中国汽车销量肯定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及地区 这里也是说台湾地区吧 2023年 它的汽车销量不到48万辆 大陆是它的45倍 汽车销量比较能够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实际消费能力 及购买力 至于如何解读两岸汽车销量如此大的反差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吧 再考虑到大陆的人均GDP才台湾的四成左右 或者说才美国的六分之一 但汽车销量却如此之高 让经济学家们很难解释 是不是说明大陆人民口袋里的钱比官方统计的更多呢 或者大陆的人均GDP被低估了不少 当然这不是今天的话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台湾街头的机车轰鸣 与大陆街头越来越多静悄悄的电动车 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对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汽车产业可以带动一个经济体一系列产业 所以汽车产业的规模 也是一个经济体规模的重要指标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新上排乘用车 也叫四家车的对比 可惜2023年只有前三个季度 也就是只有到9月份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以1800万辆遥遥领先 美国1160万辆 整个欧洲我们看还不到1000万辆 印度300万 日本300万 德国210万 巴西150万 其他经济体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汽车销量 自2009年以来 也就是连续15年 中国的汽车销量后来变成了产销 都是世界第一 而且总体来说 差距与各国拉开越来越大 2023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持快速增长 产销均达到950万辆左右 其中也包括混动汽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全电动车大约700万辆 在这里我补充一点 德国政府的计划是到2025年 还有两年时间 德国电动汽车的保有量要达到1500万辆 估计到那时 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会达到1到2亿辆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汽车出口 作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 我感触非常深 大概还在10年前吧 如果有人说中国汽车出口德国或者欧洲 那那个时候肯定有人会说 那个人吃人说梦 想都不敢想在那个时候 要是说中国汽车出口要超越德日 肯定会被人说这个人疯了 那时候在德国街上 看到一辆中国汽车的几率 与买六盒彩中投奖的几率差不多 2015年 日本汽车出口量为442万辆 而当年中国为75万辆 去年德国进口的电动汽车中 28%是中国制造 2023年 德国的街上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 10年前 德国人嘲笑中国人造汽车的质量如止咳 2023年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拉恩 甚至威胁要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德国汽车工业更是一片悲观气氛 担心中国电动汽车像洪水猛兽一样 冲跨德国汽车工业 我们看只有短短不到十年时间 情况就完全翻转了 这应验了中国摇滚锅首崔健的那首歌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我万万没有想到2023年 我在德国这个老牌汽车强国 竟然能够亲自驾驶德国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 真是太爽了 中国证券报报的 中国全年汽车出口达到491万辆 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 估计日本有430万辆 但是2022年日本出口了381万辆 而中国出口311万辆 中国2023年的增长率太厉害了 几乎达到60% 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么高的增长率吧 但中文有其他媒体报道说 中国汽车出口达到522万辆 而不是491万辆 但是人民日报出口数据也是491万辆 也就是说大部分中文媒体数据都是491万辆 有小部分中文媒体说是522万辆 而这491万辆当中 乘用车出口414万辆 商用车出口77万辆 我们接着看德国媒体的数据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NTV以及门户网站heiser.de都有报道 我们现在看NTV的报道 出口大幅增长 中国很可能成为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配图说明 去年比亚迪的新车销量比上年增长了近62% 去年中国制造商供售出2200万辆新车 其中超过380万辆销往国外 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出口冠军 汽车制造商的降价促销 刺激了去年中国的汽车需求 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12月份的汽车销量增长了8.3% 达到237万辆 全年销量增长5.3% 达到2193万辆 这是中国汽车行业连续第三年 实现增长 去年的出口量飙升了62% 达到创纪录的383万辆 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德国知事点评 这个383万辆的出口量 估计是乘用车 就是说不包括商用车 我们继续往下 越来越多的进军国外市场的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了一股顺风 2023年 锦比亚迪一家公司就售出了 约300万辆汽车 比上年增长近62% 去年中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增长了20.8% 比纯电动汽车便宜的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增长了82.5% 由于消费者对购买新车犹豫不决 自2023年年初以来 由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引发的价格战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上愈演愈烈 随后蔓延至40多个品牌 现在我们来看看技术类门户网站 heiser.de的报道 中国汽车出口创记录 也得益于俄罗斯的特殊效应 中国汽车工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对俄罗斯的出口翻了一番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在中国的销量增加了三分之一 来自中国的明觉MG4电动汽车 在德国市场颇受欢迎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的最新数据 中国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量翻了一番 中国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超过了日本 这点在2023年中期就已经显现出来 中国制造商在本国市场上销售的电动汽车数量 增加了三分之一 2023年所谓的批发销量增长了12% 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万辆乘用车和商用车 而对俄罗斯的出口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几乎所有西方和日本出口商都退出了其俄罗斯市场 2023年中国西北这个邻国在中国出口中位居前列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去年前11个月 中国制造商向俄罗斯销售了84.1万辆汽车 墨西哥紧随其后 销量不到出口俄罗斯的一半 总体而言 去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增长了58% 达到491万辆 临近2023年底 产销量的上升势头明显 在中国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目前处于增长的前沿 去年 它们的销量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支持 预计2024年仅增长3% 中国汽车行业预测2024年的销量增长将有所下降 据制造商协会称 今年 制造商向销售商销售的汽车 可能比上年多出约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陈世华 今年在北京代表其组织宣布了这一消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是 制造商向销售商的销售情况 而行业协会PCA 中国乘用车联合会只公布乘用车的销售情况 而不公布向中端客户的交付情况 根据这数据 2023年 中国客户的乘用车交付量增长5.6% 达到2170万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多年来一直是德国制造商最重要的单一市场 最后我们来看看几条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卢布在俄罗斯境外的作用不大 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 可能会被换成原材料或其他商品 下一条评论 欧元在欧洲境外的作用不大 即使在欧洲内部局部地区 欧元的作用也不大 现在呢 下一条评论 欧元可以兑换成任何相关货币 卢布受到制裁 因此中国的汽车销售商用卢布无法在西方国家购买商品 这在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应该行得通 下一条评论 墨西哥 所以中国有自己的制造商 而且中国并不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禁运政策 到目前为止 我还能理解 但墨西哥呢 报道中说 去年前11个月 中国制造商向俄罗斯销售了84.1万辆汽车 墨西哥紧随其后 销量还不到这数字的一半 在谷歌上快速搜索墨西哥汽车制造商 结果如下 2022年最大的制造商是通用汽车 斯泰兰蒂斯日产福特大众和丰田 那么在通用汽车斯特兰蒂斯日产福特大众和丰田的名单下 谁是仍在从墨西哥向俄罗斯供货的企业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 下一条评论 该段的措辞含糊不清 不是你的错 而是文章本身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84.1万辆汽车 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墨西哥位居第二 但销量明显较低 不到同期出口到俄罗斯84.1万辆汽车的一半 下一条评论 本报道是关于中国的汽车出口 所以我认为这是指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汽车 而不是从墨西哥运往俄罗斯的汽车 墨西哥和印度是快速增长的汽车市场 而且据我所知中国并不像印度供应汽车 下一条评论 前11个月的出口量约为84.1万辆 因此根据12月份的销售情况 结果是可控的 我们假设为92万辆 比2022年翻一翻 这意味着 2022年销往俄罗斯的汽车约为46万辆 中国的汽车出口总量为3000万辆 俄罗斯市场占中国市场的3% 德国知识说明 其实也可以说它的计算出现了逻辑上的错误 中国的汽车出口量为491万辆 其中去年出口到俄罗斯的可能高达90多万辆 也就是说将近中国汽车出口的五分之一 接下来这些就不翻译了 我们看这里 不 我不想夸奖俄罗斯 但你也不必夸大你的敌人形象 大多数俄罗斯人要么不关心他们的总统行为 要么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 错误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 这简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社会安排 如果要制定外交政策 也可以多看看与中国大陆和台湾 在净出口问题上的相互关系 更有意义的事情是 对我们的工业施加更大的压力 以便为将来开发出相应的产品 下一条评论 俄罗斯特别效应 这里有人真的还相信 我们会在某一时刻 或者回归俄罗斯市场吗 下一条评论 普京会为每一名阵亡士兵赠送一辆中国汽车吗 还是廉价的拉打车已经用完了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汽车出口冠军的消息 我不知道看咱们频道的你 目前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 如果在海外的话 你们也可以观察到这几年 中国汽车在你所在那个市场 那个变化情况吗 如果知道的话 请给大家留言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我们下期见